第29題,29題的圖也是題杆所提供的一個VT圖 他問我們下列哪一段時間之內車子的平均加速度方向是向C 那我們曉得如果速度跟加速度同方向 那麼速度的值就會越來越大 如果速度跟加速度的值是反方向 那麼速度的值就會越來越小 這個題目一開始車子是向東行駛 所以呢他畫的是正的,所以表示向東為正 所以我們就知道呢 如果我們的速度向東為正,正的會越來越多 就表示加速度的方向呢,跟速度同方向也是向東 假如我們本來是正的速度向東 結果呢,值卻越來越小 就表示加速度跟速度反方向,就表示加速度是向C 那我們A選項0到10分鐘呢,一開始的時候是0 結束的時候這麼多 表示他的速度是在增加 表示呢 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都是向東 10分鐘到20分鐘,一開始這麼多 20分鐘到這麼多 那麼這個也是呢 這個也是 速度也是在增加的 所以呢,他表示他加速度還是向東 那麼如果是15到30分鐘 15分鐘在這裡 30分鐘在這裡 他的值呢也是增加的 所以呢 他的加速度呢 也應該是向東的 那麼 20分鐘到30分鐘 20分鐘到30分鐘 發現呢,他的 速度呢,是減少的 所以呢,他的 加速度跟速度應該是反方向 所以加速度應該向C 所以呢,我們第29題的答案要選擇的是 豬 T等於20到30分鐘的時候 平均加速度的方向呢,是向C 啊 我们下期再见